罗冬分局于113年7月20日接获民众报案 称其放在机车租务箱内的现金遭窃 共损失1800元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 经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男子骑车经过 查看四周无人后立即盗取现金后逃离现场 经锁定相关监视器影像及犯嫌特征后 已经锁定相关犯嫌 本分局将经济查契犯嫌道案说明 并因刑法窃到罪证办 本分局呼吁民众自身财务应妥适存放 并加强防窃措施 窃物放在机车租务箱内 并免让窃嫌有机可乘 造成财务损失